这条江是入到海里的吧 上岩宽它尸骨在海里 可惜啊 我现在能力不足 否则 万千藤枝 随水而走 延伸千万里长 总能把它的骨架捞回来 捞回来安葬吗 安葬 把它的骨架捞回来 拆成两百零六块骨头 买一口箱子 都放进去 然后拉着这口箱子 四处旅行 遇到猪啊 狗啊 鸡啊 都未有 心情好的时候 往山上丢一块 心情不好的时候 往水里丢一块 都丢完了 心结打开了 也就放散了 你真的就这么狠少岩宽 邱山这么对你 你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过扬机火人 就算你和少岩宽没有结果 好歹也有情分 情分 我跟少岩宽之间没有任何情分 难道你刚才没有看到 他和邱山的那张照片吗 邱山对我不好 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我们一族 为下酒流 天生死敌 彼此矛盾 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 可是他少岩宽不同 山盲海誓言犹在我 当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就必如洪水猛兽 这些我都可以一笑置之 谁叫自己废弃族类呢 对吧 话这么说是没错啊 但其实也没什么道理 就比如我 我也知道你不是人类 我就不会把你当成洪水洪水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现在你跟我 才更像是同类吧 那接下来怎么样了 后来呢 后来 刘老板 就不见了 刘老板 就不见了 你说什么 没想到 在这里呢 在这儿那么好 那 可否 请你跳支舞了 怎么 你现在不怕我吗 真爱 幸福的幸福 山庄的月 总相遇 万一 天堂门到了 小姐 到吧 叫马儿 小姐 真厉害 这太上场戏的都是假的 曲终了 人就散了 可是我对你的心却是真的 太上场戏下 人前人后 我对你的心意到哪儿 都没明白的 所以说刘宽真的向你求婚 是啊 你答应了吗 差一点 差一点 你是说差一点答应求婚 你忘了我现身时的模样吗 这些日子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我既然重情于你 又何必在意那些 这白蛇传里 许仙和白鸟子 不也在一起了吗 所以死刀 嫁给我 好吧 好吧 不好 那你刚才说功功功功功 嫁给少佳 是啊 嫁过去做二姨胎啊 我大概明白了一点 原来你始终在找的 其实不是你自己 而是世界上另外一个你 其实这世上是有两个司徒吧 又或者说 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你们只是共用了司徒这个名字而已 有时候是他顶着司徒这个名字 有时候是你的出现人 有时候是你的出现人 所以那时候邵延宽认为 他追求的是同一个人 但其实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是你 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是你 但是邵延宽根本就分不出来 那些老玄师们也分不出来 嫁给少佳宽做二太太 怀孕生下孩子 被秋山杀死 在一九四六年了是你的姐妹 至于你 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死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你当时没有选择 嫁给少佳宽 那么爱上少佳宽 嫁给少佳宽 跟少佳宽 有感情与估 应该就是另一个人 所以你是为了你的姐妹来的 我只为一件事 当初到底是谁 不远迁 把我送到了大迷 看星星陨落 孤孤的把破 看星星陨落 熊熊的大火 山川河流